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号期访问穆斯科三天 在傍晚抵达 而之后习近平会跟俄国总统普京见面 明天将会举行正式会谈 美国白宫拼评中俄两国 是在跟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作对 专家表示 中国除了想要扮演国际和平使者的角色 同时要向美国放话 强调试图要让中俄关系决裂是行不同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 20号抵达莫斯科机场 展开三天的国事访问 同时他也在二媒发表数名文章 强调这是一次友谊合作及和平之旅 莫斯科公路边也处处可见欢迎标语 不过习近平此行却引起美方批评 普廷则表示 中俄关系正处于历史最高点 欢迎习近平在乌俄冲突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并强调俄国对于透过政治跟外交解决冲突 持开放态度 前提是基辅当局得承认新的地缘政治现实 普廷如今被国际刑事法庭通缉 又遭西方领受围剿 普席会更凸显两人的兄弟之情 要美国明白试图使中俄关系决裂是行不通的 向乌克兰战场提供武器的不是中方 而是美方 美方应该停止拱火递刀 山峰点火 乌俄战争焦灼 俄国只要从中国获得武器 就是普廷的一大胜利 但专家认为习近平顶多只会给俄国象征性支持 不会贸然触怒华府 但同时也向拜登政府放话 一旦中美关系继续恶化 中方仍有其他选项来支持普廷 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